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哈囉大家好 我是丁胡聪爷爷 今天带大家来看这个 《权力之望》的游戏记者发表会 现场是人山人海啊 有非常多的玩家 也有非常多的记者媒体 那大家等等可以去 有很多活动可以试玩 也有韩国的游戏高层 请自从韩国飞来台湾 等等会上台为大家讲解这个游戏发布的内容 那我們一起來看待會兒的內容會長什麼樣子吧 Let's go 那今天來到我們這個全力之望的記者發布會 現場甚至還有闖關的環節 那我們馬上問一下現場的工作人員 這個闖關要怎麼闖 闖完有什麼獎品嗎 獎品就到服務台那邊樂換 然後我們第一關是玩遊戲 就試玩我們的全力之望的遊戲 然後體驗一下 然後之後到我們布告欄就是 對我們遊戲的未來展望 然後就寫 寫一下對遊戲的未來展望 對沒錯就給我們意見 許願池的意思 沒錯沒錯 然後之後那邊會有王之寶做跟扭蛋的活動 然後他就是依序這樣過去四關 就四關都完成之後就可以去轉那個扭蛋 對沒錯就可以在台上那邊拿我們的那個獎品 然後扭蛋還有三個獎項 就是有遊戲虛寶 然後還有一些明信片跟那個JBL喇叭 哦還有JBL喇叭 對對對對對 然後就到那邊 現場還有許多豐富的獎項給大家 沒錯沒錯 所以 不過現在看到影片的人們是沒有辦法參加的 哈哈 現場才有現場才有 好感謝感謝 謝謝謝謝 我現在發現這個現場的所有的這個筆電都是用ROG的 我家的筆電也是買ROG 而且它上面還有這個帥帥的雷射之眼 其實我最喜歡就是這個部分 還有一個蠻好看的雷射之眼 然後以及現在筆電上面竟然是附有這個RGB的燈光 那我今天體驗的心得是覺得 全力之望它的遊戲畫面 看起來應該是對畫質要求蠻高的 但是ROG的筆電可以輕鬆順暢的運行這個遊戲上面的內容 我覺得挺不錯的啦 那我自己也是一個ROG的忠實用戶 因為我筆電也是買ROG嘛 那我自己用的心得是 它的散熱不錯 然後玩遊戲的話也比較不會有一些卡頓的內容 價錢方面的也是一個CP值不錯的選擇 大概是這樣 這是我使用ROG筆電的心得啦 跟大家分享一下 哈囉 妳好 請問這邊是闖關的關卡嗎 對 就是我們剛體驗過遊戲了嘛 那您幫我寫一下簡單的心得 像是畫面流暢啊 然後很精美啊 之類都可以 就是寫對遊戲的一些心得 試玩過的心得 然後試玩完要把這個紙貼到旁邊的 我們的全力之望在製作欄Q&A的出告欄 填上去有什麼好處 可以獲得抽獎券 填上去可以獲得抽獎券喔 接物人人優獎喔 喔好謝謝 那馬上來寫一下這個心得 來比給你 好謝謝 誰在拍一面嗎 這邊 下面 希望 不會花太多錢 好了 好 那你要不要數個名 數個名喔 嗯 從 好 好 喔 這樣就有抽獎券了 對 祝你中獎 46號 這就是會中獎的數字啦 會 謝謝 OK 謝謝 謝謝 終於完成全部的任務啦 那我們現在去前面找工作人員換取我們今天任務通關的扭蛋吧 走囉 恭喜你完成前面的所有關卡了 那我們今天就我們來最後一關扭蛋吧 扭蛋機 馬上就來扭蛋 看看我到底會扭出什麼東西喔 聽說裡面最大獎是 藍牙喇叭 藍牙喇叭 給我一個藍牙喇叭 開獎一下啊 看看能不能開到我們今天最大獎藍牙喇叭 充氣手機支架 終於這是第二個 這是第二大獎嗎 對對對 充氣手機支架 我們第二大獎也算是很不錯啊 一扭就扭到第二大獎 最歐的實況主應該就是我沒有錯 那一人只能扭一個嗎 對一人只能扭一個 不能一直扭 沒有辦法 不能扭到手機出來為止 好謝謝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負責 大家好 SmileGate 沒上過的事業者們的 韓夏依 大家好 我是負責 負責 開獎 開獎 大家好 我是負責 十一座 開發總管的 金少 一滴 還有遠距離的 風箭石弩 這個魔法類別的武器 手掌 最後是全力之動的寵物系統 合謀系統 合謀呢 他不是透過科技開過去的 而是透過遊玩 你們在遊戲裡面 遊玩可以獲取 是一個可以成長 而且非科技性的內容 那我們再次恭喜你 我們的代理人 可不可以跟大家打擊交互呢 大家好 我是奧麗 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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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那你覺得 全力之望這款遊戲 最讓你沈迷的地方是什麼 我覺得還是那多變的 排列組合 你的職業跟武器的排列組合 可以讓你更有視性 然後也讓你在玩遊戲的時候 有更加多元化的體驗 跟不同的挑戰 三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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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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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張是 好 充卡的機率 它這個機率是不可決定的 那在HD之王裡面的充卡 其實基本上它的充卡都是一致 所以它也沒有什麼手收或是機率比較高 或什麼東西 但是它有保底系統 所以如果想要抽到這個問題 其實可以抽到保底 然後去拿到你想要的那個時裝證明 到底是誰 尾數是5 有嗎 有 恭喜 五十五號的玩家 謝謝 謝謝 謝謝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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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2 1 好看完這麼多 剛才韓國爸爸的介紹 全力之王聽起來像是一款非常佛心的遊戲 號稱就是有著非常少的課金系統 以及讓玩家有高度自由化的武器系統 以及還有一點我覺得很特別喔 就是說它不會販售課金的專用裝備 這一點我在以前的MMO是比較少看到 那廠商到底要賺什麼 是不是有像這些韓國爸爸說的這麼的佛心 我們明天7月12號 全力之王正式在台灣上市 一起來玩玩看 稀查 看這個遊戲 是不是如同他們嘴巴講的 這麼的有料 那我們這部影片就到這邊 那我們下次見 謝謝大家 大家好我是靈狐充爺爺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的話 請按下訂閱分享小鈴鐺 喜歡按喜歡不喜歡按不喜歡 如果有話想這個說話也可以下方留言喔 我都會看應該吧 呵呵呵呵呵